最让我记忆忧心的这种世界大赛的话 那就是20年温哥华那场比赛 因为那场比赛是我人生在运动员生涯当中的最后一场比赛了 所以就是也是说自己就是想在最后这一个星期 完全的展现出自己最好的精神状态 把动作展现好在奥运会的这个场地上完美的画一个完美的句号 从体操运动员过渡到蹦床运动员 最终定性为自由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 郭欣欣说作为一名运动员 最终的梦想就是在奥运会中获得奖牌 虽然在温哥华冬奥会上没能源冠军梦 但郭欣欣依旧无怨无悔 2010年我确实是就是从心理啊从技术啊 从自己的各项专项的能力相当我成熟了 因为经过06年之后我又再一个四年的洗礼 我就更知道我想要的是什么 我就去享受这个比赛的过程经历这个过程 就是拿到奖牌更好 拿不到奖牌我也不后悔 因为我努力了 只要我努力我就不会后悔 因为全世界那么老多的人都在练空中技巧 每一个人都想拿到金牌 难道说就因为没拿到金牌 我们就不是英雄了吗 不是 只要你为了这个项目为了这个项目的发展 你做出了你自己的贡献 我觉得比拿金牌拿奖牌更重要